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美好的心情去看周遭的事情 人生在世要学会欣赏别人 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加以学习不断优化自己 学会欣赏别人是一种本领 在慢慢的人生途中 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 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 欣赏喜欢和爱 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真正的聪明人大多这样活着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生在世不过弹指一挥间 身为一个如何活得漂亮 活得多姿多彩 是很多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因此我欣赏的人大多这样活着 学会快乐 事先礼白层言 光景不带人 虚瘦发成丝 时间从不等人 眨眼间从青丝变成白发 半生已过 此时才明白 人活一世 取悦自己 学会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得不到的人或事 不如学会放下 面对人生困境 不如坦然一笑 学会释怀 学会放下 只有让心灵得到真正的解脱 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生命反复无常 只有活在当下 才是最重要的 要相信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勇敢地跨过去 才能看见柳暗花明 人生实苦 要拥有一颗平常心 学会快乐面对 快乐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智慧 快乐虽不能让生活富足 但可以知足常乐 快乐虽不能远离烦恼 但可以简单开心 快乐虽不能长生不老 但可以健康长寿 学会快乐 学会放下 聪明的人懂得快乐过好每一天 快乐的人 才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学会善良 曾子言 然而好善 福岁未至 或其原意 心存善念 常做善事 福报或许还未到来 但灾祸 已然远离 人可以不漂亮 可以不优雅 可以不富裕 但唯独不能不善良 善良是做人的根本 更是一个人的互生福 一生善良 必有后福 一生善良 天必又知 善良的人懂得宽容待人 善良的人懂得体谅众生 善良的人 有朋自远方来 善良的人 福气不倾自来 一个人最大的资本 不是美貌 不是身材 而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善良是世界上最佳的护肤品 一个心存善念的人 必定美丽动人 学会珍惜 曾国藩言 天可补 海可甜 南山可宜 日月既往 不可覆追 时间一旦流逝 不可追回 爱你的人一旦离开 便再也找不回来 世界如此之大 有珍惜你的人 是一种幸运 要学会珍惜 钱能买来奢侈品 却买不来真心 钱能买来房子车子 却买不来在乎 人生在世 要学会且行且珍惜 要知道有的人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天 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珍惜身体 健康最重要 珍惜家人 他们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珍惜朋友 一生中知己难求 生命来来往往 来日并不方长 感恩欲见 珍惜拥有 有人说一个人 长相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 才是本事 时间或许会带走 我们美丽的容颜 却带不走 骨子里的魅力 一生很短 要活得漂亮 活得精彩 学会快乐 取悦自己才最重要 学会善良 善良之人 必有后福 学会珍惜 感恩便是最大的财富 这样的人 方能幸福一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